一览无疑的高空景致 把三峡树林到土城紧收眼底 平稳专业的高空拍摄 居然来自于小五学童之手 跟那个平板年纪在一起 次乡才能尖看 戴着变色眼镜架起空拍机 从装机连接侧风速到起飞驾驶十足 年仅12岁的詹佑红接触空拍机 有两年经验 这次为了参加艺术展览 在学校主任谢姬黄的带领下 一起用空拍记录三峡美景 没想到却拍到染红的河水 照片中闪蓝下的树林 紧铃清澈大汗溪 但一旁的三峡河却染成暗红色 看起来触目惊心 也引发附近居民踏法 三峡河的污染已经有好几年了 主要都是来自上游燃针场的排放废水 觉得很难过 因为这样就不能有青涩的河流 还有有一些小生物们都会死掉 会灭绝 张佑红利用空拍机拍到三峡河水 遭到染红也令人想到当年导演 齐柏林在直升机上用摄影机 进入台湾森林烂肯和水质污染问题 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这部影片 让学生可以去学习说 我们也可以跟齐柏林导演一样 用我们能力能做到的地方 去记录这美好的地方 美好的台湾这样 那时候它的色度我们也是必须要进入化验 才能确认它有没有超过标准 现在水软房之大的规定的话 我们大概开它的范围可以从三十万到六百万 尽管小学生拍的画面 但环保局说上游工厂多 没有及时抽样实在很难抓到污染的元凶 不过相关单位对水色度的标准 应该要从严审查 才能进一步的维护河川水质 接下来谢文翔 美开廷台北采访报道